在古代的守城战中,激烈的场面让人不禁思索,为何士兵们宁可费力气搬石头砸,而不愿轻易推倒攀上城墙的梯子,这看似不合理的举动,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军事智慧和战略考量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朝代更迭往往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战争,每一次战争都显示出人性中复杂的一面,公元前256年,秦国大将白起攻下东周国的颖都,屠城后在城池中堆积窟窿八十万,血流成河,被后人称为白起主翁。 公元前222年,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后,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焚书坑儒,残酷镇压百姓起义,公元311年,苏骏带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健康城池后,大开杀戒,随后被官军击败,可见,在中国古代常见的工程图成,一直显示着残酷与暴力的一面,城池和平民百姓的苦难在其中重复上演。 那么,工程战中,士族为何忍心推进,又为何甘心牺牲,其中的种种都是值得人们细细体察,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指导者孙子的名著《孙子兵法》中,对战争的层次有了清晰的界定,上上法者,谋而后出之,取胜以,上中法者,出而后谋之,窃取以,中上法者,兵半出而后谋之,困以,中下法者,出而为谋,老以。 由此可见,孙子视为上上法的,事先谋略后作战,以致取胜,最下法的,事先出兵后谋略,往往陷入被动,那么想必大家也能理解,在古代条件有限的战争中,谋略的地位无疑至关重要。 这一点,从许多谋士以巧胜兵力的典故中,就可见一般最典型的例子。 即是战国时期齐国谋士孙兵设计的著名唯卫旧赵,前279年,魏国大举攻打赵国都城邯郸,赵国王献真相齐国求援,如果齐国直接对魏国用兵要取胜难度很大,于是孙兵设计,让齐国趁魏军主力不在。 偷袭魏国都城大梁,经河南开封,迫使魏军回援,结果齐军大获全胜,不仅解赵国之伪,也重创了魏国,可见,在冷兵器时代科技水平有限的条件下,谋略的运用往往决定胜负,这也使许多谋士和将领浴血沙场,身先士卒,他们的智慧与勇气永远值得人们敬佩,当然,和平解决纷争,避免流血冲突,也历来为人推崇。 在战国时期,我们也看到一些谋士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故事,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郑国大夫竹志武的故事,前353年,秦国与晋国联军进攻郑国边境。 当时郑国的国军自知难以抵抗,准备就范碧气锋芒,而竹志武看到此事,认为不能坐以待毙,决定孤身前往联军大营,说服敌军罢兵,他先找到秦军大将渡回,渡回三日三夜,最终言归于好,又找到禁军统帅韩无信,道理动人,终究成功解除了郑国的危机。 可见,在当时备受推崇的君子之风中,和平解决争端,化解敌意,也是许多有志之士的信条,他们不惜以身试险,甚至牺牲小我,也要守护本国百姓的安宁,这种大公无私,舍生取义的精神,也激励着后人百折不挠。 为理想而战,那么当和平之举已然失败,流血之灾不可避免,为何仍我执己见,殊死搏杀,这其中的缘由,也只能在城池的重要性中寻得答案,在古代农耕经济战主导地位的社会中,城池是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中心,它既是储藏物资,囤具粮食的仓库,又是驻扎守军,管理百姓的政府所在地,一旦城池被攻陷,国家也就名存实亡。 因此,城池的守卫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存亡,所以,历来有燕宇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可见城池的耗石建造之九远书不可同日而语。 它就像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的象征,积奠着太多仙人的心血,这也是所有守城士兵,宁可抛头洒血,也要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根本原因,就如三国时代的名城襄阳城, 它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处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,在十四年的三国演义历程中,这座城池数度一手,每一次攻防战中,无论守军还是进攻军, 士族们都奋力杀敌,攻城器械被毁又重建,城墙被移又重铸,可见,这座城池的重要性已然深深融入每一个角色的心中, 成为他们斗志高昂,誓死如归的根本所在,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曹操派遣的太史词吕剑奇功,面对蜀国名将张飞和关羽轮番进攻, 他秘密训练水军,始于次夜袭,终使襄阳城坚守不下,在这些名垂青史的攻城英雄心中, 无疑也都怀揣着守卫国家,民族的信念,这也成为他们誓死如归的底气,在古代攻城战中, 最典型的进攻方式就是架设攻城梯,虽残酷,却也不得不为之,那么守城方为何不简单将之推倒呢? 这其中的缘由也颇值得探究,在古代,为适应攻克高大城墙的需要,攻城梯往往会制作的极高极长。 不仅木材结实,底部还负重压是以保证稳固,因此想要简单推倒是极其困难, 其次在攻城时,为防守城方破坏攻势,梯下往往会配备大量弓箭手, 在引起他们注意前无法下手,一旦行动势必遭到弹雨式射击, 所以想要安然推倒攻城梯可谓难上加难,最关键的是守城方也清楚, 让敌军登上城头反而更容易击破,城墙天城屏障,让士兵可以放心厮杀, 后方又有援军可以形成夹击之势,此时敌军反而会陷入被动, 所以守城方来说,保存实力,防守要地才是上策。 这其中最关键的无疑就是城门,他一旦被攻破,大批敌军涌入城中, 局面将陷入掉头,所以守城士族也会将重兵布置于城门之上, 当然,这些也并非绝对,敌军也会使用奇招, 比如在不远处挖掘地道,翘无声息进入城中,再与外部士族加攻, 这时局面也将对守城方极为不利,所以无论守城或攻城, 谁也不敢有丝毫轻敌,这是两军对垒的残酷写照,随着历史的推移,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与战争手段的升级, 像攻城梯这样原始的攻城工具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 到了今天,我们已经很少听说什么攻城屠城,血流成河的惨象, 至少在文明社会中,这已然成为历史,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残酷场面消失了而高兴,相反还需要警醒与审思, 因为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暴力因子并没有消失, 它随时可能在某个时刻爆发出来, 正如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残忍, 东京审判时日本战犯的冷酷这些都告诉我们, 人性的恶并没有被根除, 所以和平发展永远是当下最可贵的事, 我们需要减少偏见,消除歧视,树立正确的历史认知, 并以宽容、理性、智慧的心态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, 只有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守望相助, 真诚相待时,和平,富足与幸福, 才能持久不衰,来到古代城池脚下, 你未到进城就能看出战争的来势汹汹, 在护城河外容易发生交战的地方, 铺着一片片凌乱的枝条, 在枝条下隐藏着两米深的大坑, 里面填充着泥土和阳角, 挖坑的士兵们称其为地包, 走向城门, 门口有一条二十米宽的护城河, 河深七米, 平速没有人能通过, 士兵们想要过河, 只能搭上几条浮船。 木桥, 过了河, 城楼下的土里凌乱地插着一根根四十厘米高, 置人膝盖的木棍, 等敌军来袭, 这些木棍称为鹿角, 可用来半马, 绕过鹿角, 你进入城中, 率先看到的不是巍峨的主城楼, 而是只有八至十尺高, 用以阻击敌人的仰马墙, 再走个八道十来步, 主城楼就在眼前, 仍不见主城门, 主城门被一弯半圆形的蜗墙包围起来, 蜗墙上各开两门, 便宜军事进城, 在蜗墙左右两门不远处, 耸立着与主城墙连城一线的敌台, 敌台上可以站满一二十名士兵。 他们掌控着抛尸击, 床子弩等杀伤力极强的重型军械, 穿过蜗墙两侧的门, 主城门终于出现在眼前, 真是开门难见山。 巍峨的主城楼, 可不像影视剧里一般, 独有一面单薄的城墙, 城墙有石块做鸡, 夯土做成, 也有砖石结构的,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 青砖墙也普遍了起来, 明代城墙还运用了某些性能不亚于现代水泥的材料, 南京墙砖之间的粘合剂, 由将这一带的潦草石灰与细砂调和而成, 其承压能力低于水泥, 但它的拉力与渗透力强于水泥。 进入主城门, 抬头望向城墙顶部, 便能看到墙内侧名为女墙的挡墙, 这片墙边上下凹凸有规律, 守城的士兵们可以躲在突出躲避工程者的投驶, 箭矢也可以在凹处向下投驶, 发弩箭步步紧逼, 护城河之外的远距攻防站并临城下, 两方军士会采取何种行动, 除了射箭发弩机外, 工程士兵还有众多远距离进攻方法, 用抛石机抛射巨石, 用大型床子弩射箭, 拿各式各样的火攻武器攻击城楼, 在女墙与敌台上守城的军士, 也不会坐以待毙, 面对漫天的箭矢, 他们操起床子弩, 与种类繁多的抛石器反击敌军, 投石器因其成力较大, 工匠们往往选取尖石的檀木与利木, 将其在沟区中炮上半年, 这样制作出来的投石炮烧, 尖石有力, 被投石器投出去的石头虽方便, 却容易被敌军利用, 人们想出来的新方法, 拿五斤重的黄泥, 活成质量均匀的黄泥弹, 这样发射出去的弹轨道清晰, 碎裂后也不会被敌军拿去用, 当工程军投来石头和黄泥弹, 砸烂城墙, 守城者就用粗糠灌满一个又一个的粗布麻袋作为虚炸, 贴在容易被摧毁的城墙边缘, 若条件允许, 他们也会用上皮帘, 布曼, 立牌和竹灭座的篱笆, 抵挡箭矢和石头, 火箭迎面射来, 守城者立马刺穿准备好的牛猪抛水袋, 大火燃了城楼, 牛马皮做的大厨水袋也不会是摆设, 在侦察敌情方面, 攻守双方也做了不少尝试, 工程方知晓城池皆有敌楼, 搬来了与城楼差不多高的潮车和更为稳固的望楼车, 这两种车都有木柱绳索与木屋组成, 被拉上楼的军士可以在此侦察城中布局, 侦察到城内情况后, 工程方可借情报开挖地道, 工程 diz blockers, 工程方可借情报开挖地道, 工程式有时课 somethin的地方, 包围情况侦察到了 electromagn栗中眼